民国一百年12月14号 当年卢竹三角消防分队一销红世华 在接到舅妈黄宝珠的电话后 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就起不幸 掉进渔池中的舅舅郑青龙 并紧急实作CPR 成功把舅舅从鬼门关前拉回来 让舅舅十分感谢有救命之恩的一销外申 在躺在病房里面都不知道 就是他们在讲的时候 才知道消防几他们 比方这么好的 对不对 他是一销 我感谢他们 我爱感谢 那个医友团队 用力用心把我救 这CPR 学起来一锡在手 对那个 我们附近或自己的亲人 如果发生事情 可以 可以做紧急的救护 这次 这次我救到我舅舅 心里有一种 无限的 无限的那个感人 不知道怎么说 真的是非常高兴 当年桃园消防局长 也前往郑青龙家庄 慰问之意 除了欣慰 一销同仁能成功以CPR 救护技术救回家人一命 也认为这件事 大大彰显了 CPR技术的重要 如果民众能在救护人员 抵达灾害现场前 尽早为病患 实施心肺复苏数 将是起始回生的重要关键 因此局长指示要培养民众都具备 施行心肺复苏的技术 让大家都能够多一份保障 记者综合报导